到了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 这渔符又变成了龟符 也是两半组成 中间有一个铜子做成的笋卯 这样一来 符和就变成了和铜 今天的双方签契约叫和铜 大致源自于此 那有人问 你说你这武则天 为什么要用龟来做符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这个龟它还有一个名称叫玄武 这个武就跟武则天的武是一个武 所以用龟做符 实际是想说 我武则天当皇帝有合法性 当这个唐朝的皇帝再度姓李之后 这个符再度就恢复了渔符